假如用父母的方式打开老板 老板 老板 没钱了 这些公司什么时候发呀 怎么又要了 这不又是刚给你发过工资吗 是不是又老板 没有 就您给这样钱 就要玩红薯都不够吃饭的 这个月给长点了 你一个小月工一天天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我这一天晚出早回来 玩这么大的公司 挣这么多钱容易吗 你是一天也不知道心疼心疼你老板 搞不清楚 哎 你有没有发现 公司这泡网最近好像变好了 哎 哎 一天天就知道玩手机 业绩 业绩到很低 过来过来乱七八糟 跟那个猪窝一样 你说就你这样的 以后要是进了大厂 被车过来可以怎么办 老板 午休时间 都几点了害羞 那太阳都要落伤了 我一天就过你网 过你接 过你空调 还可以换新手机 就让你在什么微博手机 换新的呢 会不会往后边好了 那是 那我这笔记本也给我换换呗 我看你下的笔记本 你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我昨天转到厅里的那个 震惊 正样的好员工 才能得到老板的赏识 你看了吗 我不是抠音了吗 我看你下给你 别把怎么养的 就你个半腰 三 二 一 下班 站住 工作做完了吗就下班 干完了 你看看人家隔壁公司员工 再看看你 同样是早上八九点上班 人家每天都家到晚上 十一二点 还不要加班费 你呢 那人家公司搞了 我说一个牛 谁就等着 你怎么不学点好 二十八二 连个对象都没有 我们去找干嘛 开会